二 三 四 五 我王爷是全中国妈妈最多的人 围巾都带好 别冷 我们这些老太 特别这些白头发的 真是像他手中宝一样 没有青春 一步跨入中老人 我是去看看长大 二十年了 他们是追梦者 我呢就是他们的圆梦人 下雨了 注意安全 初冬的大连 不到七点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杨怀和他的姐妹们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 准备回家了 这段时间 因为要准备一场演出 这位已经77岁的老人 经常要忙到很晚才能回家 我经常我说 我说只要我活着 只要我还能走 我就来玩 我不只是来这块来表演 我就是来 大伙在一起相处 两面出场 一边第一排从那边出 第二排从这边出 然后呢走完了 变成两行 转体转体再转一下前 大连市珠山区文化馆的 一间舞蹈教室 是杨怀几乎每天 都要来报到的地方 她是大连市东方美艺术团 老年摩托队的一员 在这支老年摩托队里 年龄最大的队员82岁 最小的也已经61岁了 老大 老大 老三 快点 她是最小的 我叫孙杰 今年63岁 我叫孙岳梅 今年72岁 我叫李丽 今年67岁 我叫张平 今年69岁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在少数阶段 我还年轻 我虽然63岁 但我心里是36岁 我28 我比你还小 紫丝白发 起立的服饰 这些永远保持优雅范的阿姨们 是全国第一家老年摩托队 东方美艺术团的成员们 他们虽然是青一色的花甲 古兮 甚至是冒蝶的老人 却个个不平常 他们获得过23项国际大奖 32项国家大奖 曾经到美国 英国 法国等多国演出 他们的风采引起轰动 风头甚至盖过了很多明星 而在他们这些光环的背后 则是一个男人的无私奉献 他就是中山区文化馆 文艺部舞蹈干部 王爷 学舞蹈的王爷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会专门和老年人们打起交道 故事要回到20多年前 那时王爷刚刚参加工作 在大连现代舞团 担任模特和现代舞教练 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位特殊的阿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这名特殊的学员 这名特殊的学员叫从琦 那年他68岁 因为身体瘫痪 常年坐在轮椅上 但是他却每天都让老伴 把自己推到王爷训练场的窗外 把这栏杆 向里面观望 有一次 王爷实在忍不住 就好奇地问了 阿姨 您有什么事吗 从琦叹了口气说 年轻的时候啊 我就想当模特 一直没有如愿 如今我瘫痪了 更没有机会了 你就让我在这看看好不好 那一刻 王爷突然想到了 自己早逝的母亲 老人渴望的眼神 让他无法狠心拒绝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招收这位阿姨 作为一名特殊的学员 不仅如此 他还要开办一个 老年模特表演培训班 让那些喜欢表演的阿姨们 实现年轻时的梦想 为了给学员们 做表演的服装 他省吃俭用 自掏腰包 甚至连结婚的钱 都搭进去了 有一次 王爷设计了一套演出服装 但是没钱加工 只好向父亲借钱 那时候王爷的父亲 正在住院呢 但是还是拿出了一万块钱 王爷省吃俭用 希望早一天 能把钱还给父亲 万万没想到 王爷再也没有机会 把钱还给父亲了 这也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遗憾 如今 这个培训班 王爷已经开办了26年了 26年来 他为阿姨们 做了一千多套服装 花费一百多万 这几乎是他的全部积蓄 有人说 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值得吗 一个决定 为何会让王爷 坚持了26年之久 这背后 这背后究竟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隐情呢